Hello,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的8月29号,周一我们也是看一下相关的大盘的走势 大盘的话在上周五急速下跌之后,今天迎来了一点点反弹 但是质量有点低,首先来说调控低开 随后探了一下4020点左右 随后做了一个反弹,到了4060缺口被补上之后 然后就开始在日内做了一个小双头,在尾盘的话直接下沙 所以说短线可能4060和4020作为一个运行的区间 但是在30分钟级别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市场还是在30分钟的21周期均线的压制下 非常明显 在这几段的比较来讲的话,中间这一段的反弹是最没有力道的 所以后续的话,我们看市场如何演变 一种方法的话是做一个三浪的延伸的向下的直接杀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做一个同级别的反弹 同级别的反弹 所以明天的话要关注4600点到4060点和4020点之间 这个位置的话能不能产生一点点支持 也就是说大概是4000点的整数关口 大概是这样子 但是从目前总体的美联储的表态来看 市场的话,想在这个位置上做一个积极的向上动作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样的话 无非就是下降按那个级别来算的问题了 我们现在的话 基本上不支持大家去抢反弹这些动作 尽量的逢高做空 这样的话把握性会比较大 胜算会比较高一点 至于整个的运行结构上来讲的话 从目前的这个位置上时间问题了 还是有机会去打前面的这个低点附近 也就是说3900点下方应该是有机会去打的 从中期的角度来讲 周线的角度来讲的话 如果这个位置打3900点 这个上下 你说385039有什么区别 对吧 主要我们还是看趋势 如果打到这个位置上做一个无力的反弹 甚至于连反弹他们都没有 那后续的话呢 市场将进入到这个继续下行探底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是对于大盘的一个判断 比特币的话呢 咱们在上周呢 这个我们VIP当中的话 周五我们说过 我说这产品周末会把2万破掉 这个破了 破到19600 然后呢 现在的话略微有那么一点点反弹 也就是说在2万块的这个位置上 做一个挣扎 这个呢 在咱们前几期节目当中说过 我说2万1挣扎 下一步就是变成2万了 2万挣扎之后 最终的命运 还是会向下继续破位 这个一打头恐怕都没有 像我们会员说的就变成4位数了 这个现在还是在5位数 所以我们一步一步看 这是加密货币 所以说加密货币及相关产品 都是我们做空的一个总体方向 做空总体方向 这是比特币 金字的话呢 还是1750美元1740美元逛 早环的话呢 向下打了一下1722 30分钟级别的话呢 这个破位之后 在前面的低点附近获得支撑 做一个反弹比较正常 那么反弹过后的话呢 预计啊 市场的话最终还会继续下行啊 原油的话呢 在咱们前几期节目说了 4小时级别虽然处在下降趋势 但是呢 不建议在这个位上做空 因为呢 这个原油啊等等等等 各方利益吧 啊 现在呢 4小时级别的话呢 也走出来了这个走向啊 所以说呢 呃原油的话 如果4小时级别啊 不能够向下破位的话呢 或者说趋势不转的话 我们在这个位上就不要啊 这个尝试的进场做空啊 做多的话呢 现在最主要就是运行的轨迹啊 我们不是太确定 总体来说的话呢 第一个运行的空间 大概是围绕着95美元上下震荡 第二个运行空间的话呢 大概是围绕着100美元上下震荡啊 那么这个震荡时间可长可短 所以呢 不建议大家在这个位置上去猜测啊 我不建议大家猜测 呃天然气啊 今天的话呢 呃到现在为止啊 还是涨了呃一分钱啊 一分钱 从盘中的话呢 来看的话呢 市场有上涨趋势减弱的迹象啊 这个上涨趋势啊 呃上涨趋势减弱之后的话呢 中间也做过啊 几次反抽动作啊 也做过几次啊 这包括今天的麻面啊 也做过几次反抽动作 但是反抽之后的话呢 这个都是这个向下做了一个运行 当然都是小级别的啊 大级别的话呢 基本上也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做了一个横盘震荡 等待一个更明确的方向 现在的话呢 是在这个箱体的下边沿啊 随时都能够有破位的动作吧 那我们就看看市场的一个运行的选择啊 这是30分钟级别啊 4小时级别的话呢 呃我们看一看运行结构啊 目前来看的话呢 至少啊这个级别啊 应该做一个调整的一个方向啊 调整的方向 至于呢是短期级别 还是整个的上涨级别的这个调整 我们还是让市场来决定啊 还是让市场来决定 那这是我们对于天然气的判断啊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啊这个啊 名牌股啊 小S的话呢 呃平仓了啊 在7块6毛1啊 当然呢 我平仓的话呢是比较早啊 比较早 早盘基本上就平掉了啊 早盘基本就平掉了啊 6毛1啊 可能在这个位置上平掉啊 平掉之后呢 他还反抽了一啊 反抽了一把 但是尾盘还是下来了啊 这个产品啊 呃 如果我们有啊 这个观众朋友看这个产品的话呢 我个人对他的建议啊 嗯 这个产品的话呢 基本上是跨周期啊 然后呢 因为天然气价格一直在高倍震荡嘛 所以他的业绩可能还是应该不错 那么对于这个产品的总体的判断的话呢 我个人感觉还是有机会的啊 站在周线的级别 但是短期的话呢 可能会比较粘着比较耗啊 所以呢 把仓位控制好啊 把持股成本降下去啊 然后呢 我们再做一个相应的中长期持股可以啊 像我们会员的话 基本上我们都是嗯 把成本就拿回来了啊 把成本拿回来了 然后呢 以零成本 甚至于是负成本的产品呢 呃 价格和持仓啊 去面对中期的粘着走势啊 这是我们对于这个明牌股票的一个总体感觉啊 呃 上一次节目的话呢 呃 我们啊 也是有很多朋友啊 这个 呃 给留言啊 呃 其中有两位朋友的话呢 问啊 这个如何 还有一个呢 呃 问有没有 这个咱们先说行情吧 啊 ENVX 这个朋友呢 问这个ENVX的这个总体走向啊 目前来看的话呢 站在周线级别呢 这个产品 7块多 涨到25 碰到前面压力 嗯 日线级别抖 嗯 好像前两天有人问过这个产品吧 啊 这个产品呢 最大的资金保护的点 应该放在2020啊 或者说今天的盘中低点啊 也就是这样子 因为它目前来讲的话呢 还是做了一个这个位置的上涨三角形 等待一个更明确的方向 那缺点啊 在相对的这颗射击之星 阴线射击之星的话呢 这个放过量啊 放过量 所以呢 呃 如果这个24美元不能向上做突破的话 这个产品应该是把成本降下来 啊 把成本降下来啊 等待更明确的方向啊 应该是这样的啊 pll啊 pll啊 我看你选的这东西跟这两个都差不多吧 啊 这两个都差不多啊 做相同处理吧 啊 相同处理 总体来说 目前啊 在做多的方向 我们的仓位啊 应该降的非常非常低啊 甚至于持现金跟旁边看啊 持现金跟旁边看啊 这是对于这个朋友啊 问的这两只股票啊 范州啊 目前的话呢 我个人对于操作上来讲就是 嗯 简单 明了 没有把握 不上啊 就是就是这么个意思啊 就这么个意思啊 所以呢 心里头一定要数啊 现在尤其是做多仓 呃 应该是非常非常不利的啊 应亏比不好啊 前一段时间的话 我们说过 我们大胆的说啊 放空苹果 实际上这两天的话 苹果已经给了不错的这个方向啊 已经给了不错方向 所以呢 我个人还是劝大伙啊 别 现在别着急伸手啊 别着急伸手啊 呃 你有没有啊 这个电报会员群或者普通群啊 如初您好啊 这个800958 8561啊 这个 啊 然后打一下电话啊 好的 这个 我给打完了啊 然后这个 你可以打电话啊 这是我们公司的电报群啊 还有会员群啊 这是公司的 所以呢 大家这个 呃 怎么说呢 实际上我最近一段时间的操作 今天刚刚开始动啊 刚刚开始动啊 最近一段时间的话呢 也是 呃 操作节奏上 呃 不是太 呃 不是太精确啊 比如说大盘吧 大盘的话呢 我我我个人在这个位置上倒是喊了啊 提醒我们胡言 就是多藏手啊 结果呢 没想到他在周五啊 这个鲍威尔的话呢 这个啊 讲话讲这么狠啊 我觉得鲍威尔讲话还是中性偏割一点点啊 然后让市场的话呢 再谈一谈啊 结果在直接就下杀了 可是呢 下杀之后的话呢 我比较擅长的这个USY的话呢 当天的涨播也并不是很大啊 当天涨了14%啊 所以呢 总体感觉上来讲的话呢 操作价值并不特别高啊 所以说我现在转战了其他阵地啊 风险可能比啊 UBSY还要高啊 可能还要高啊 然后呢 这个想知道的话呢 还是呃 8009-588-561联系吧 好吧 啊 那也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持续关注啊 然后点赞评论转发收藏 哈哈哈 这个 谢谢大伙吧 啊 行 那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咱们下次节目咱们再接着聊啊 拜拜